你现在听的是圆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绿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绿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dot Com dot H 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说关于睡眠窒息症 但其实袁医生 在2021-203月30号第68集的时候 你都已经讲过这个题目了 为什么今天又想再重新讲过这个题目呢 大家都了解 睡眠窒息症是挺普通的 一般人遇到这个问题 在现时的所谓西方医疗方面 通常就叫他戴一个呼吸器的 这个挺麻烦的 差不多一个潜水桶那些 一个面罩 跟着一支管 有机器来到封一些气 整个睡觉就要这样睡的 为什么我突然间又会想起 大家可以再讨论这个题目呢 虽然我上次说是六言全港的 我听一下其实我当时 我讲的是一个大纲的 很多用自然医疗的方法 如何减肥 如何去处理那个 鼻敏感 鼻息症 其实我大概都讲了半个几钟头 但是最近我收了一个 WhatsApp的讯息 原来这个讯息 就是我一位 一位同学疗法的 过程的学生来的 他自己告诉我 我是刘医生 我是你以前的学生来的 因为我在你那里学同学疗法的 大概六个月之前 我就离开了香港了 就移民了去多伦多 现在我就和我的太太 住在多伦多 一间是专门给老人住的 一间的大厦 设施很好的 很多居住的人都很友善的 我一开始就能够 劝福他们很多人 就用同学疗法的 其实我一直不断地继续学习 你所教的同学疗法的课程 当然他是一位西医 我记得早年的时候 你那些学生 这位刘医生 其实他的背景就是一位西医 但是他好像都是读了你很少的课程 都没有认真真完成了你三年制的课程 是的 刘医生呢 其实呢 因为他当时就 就是整天都离开香港的 所以有些课程呢 他都是没有 skip了 你知道当时我有成七班的 每一班大概十个星期的 他都学了一部分的 他告诉我 我现在继续学习同学疗法 我很少用西药的 记住一位退休的西医港 我通常在我居住的大厦里面 我通常就帮他们找那些疗法 有些是很好的 但有些当然都没得 当然我希望在将来 就可以请教一下你 如果我有些问题 你可不可以帮我忙 因为你永远都是我的老师 那我说 永远都是 明师出高徒 他又有个这样的机会 给他可以去实习一下 继续他的医疗生涯 转过另一个范畴 那都是一个好事 是的 我当时都说 多伦多有位同学 这位同学 同学疗法是很认真的 很厉害的 如果将来有些什么 严重的问题 你可以找这位 多伦多的同学 他也是同学疗法医生 好了 好了 接着他就说 他说 接着我跟他说 我最近就去 去伸延到延苏二去行山 行山 走到五个多钟头 在大嶼山的老虎头 挺辛苦的 走到后来就全身冤了 结果我怎样呢 我就吃了阿尼卡 山盘车 他就说 阿尼卡 哈哈哈哈 原来 很简单 我在这里 通常我都是用阿尼卡的 教别人先用阿尼卡 是 因为阿尼卡是比较容易上手 容易应用的 所以我通常 我第一件事 就教别人介绍阿尼卡 给周租的朋友用 接着我就教她用那个甘斩花 甘斩花 大家知道 阿尼卡是给那些 乳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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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冤痛 如果她说她住那座大厦 有很多长者居住 这个其实真的很经常用得着 一般家庭可以这样 最有机会用得着的疗犀 就是那个甘斩花 另外甘斩花就是割伤 皮肤 甘斩花就是割伤 流血不止 所以她说 其实我当时就是用这些 我在我的新朋友里面 和我的亲戚里面 我的效果反应非常好的 她原来怎样呢 她说我第一 留隔她用甘斩 第二 第二 和甘斩花 通常我就叫她 上我的网台 灵丹妙药 灵丹妙药 我早期就说了几十个尿剂 两样我们也有说的 她意思是说 你想知道多些 你就上佳医生这个网台 灵丹妙药 就会听到有关生金车和甘斩花 好了 接着她说 她说生金车和甘斩花 很多人都很容易接受的 因为那个效果是很明显的 是的 很常用得到 也都很即时见到效果 接着呢 星期日的时候 她说 我现在用了一个疗剂 那个carbo-veg 那个carbo-veg 是什么呢 是植物碳 即是木碳 这个疗剂 我最近用了植物碳 很成功地医了十个 十个睡眠窄息性的病人 哇 十个以上 十个以上睡眠窄息性的病人 哇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性 就是 是没得医的 是没得医的 用机器来 冬些器来睡觉 她说 我最近就医了十个以上 more than 10 patients 包括我的 sister 妹妹 家姐不知 她过去 她那个妹妹 是需要用那个呼吸机器的 即是已经是要带着机器来睡觉的了 是的 她就开了这个 这个植物碳 这个carbo-veg 给她用 是的 那么 她说 但是呢 我最近就遇到一个 难搞的症 那么 她就给她解释了 她说 这个是70岁的人 就已经有八根信的 不过呢 就受控的 是的 是的 那这个人呢 就是比较肥胖 OBC 即是肥胖 是的 很怕热的 也很怕焗的环境 嗯 整天都要潑线的 嗯 她喜欢喝冬水的 是的 还有呢 她当然呢 她的鼻寒声很大很大的 是的 那有时候呢 她睡觉的时候呢 她睡觉的时候呢 她会打到她的老婆 是的 那当然呢 这个是 可能是柏金逊的 那个情况的 这个是那个 是睡眠拆析症的 都是的 哦 睡眠拆析症的时候 那些人呢 就是突然之间 呼不出气 她会啊 那这样移动的 是吧 就是她会有时呢 就打 就是睡觉的时候 打到她身边的老婆的 那原来呢 她那个医生呢 就说她呢 她是有睡眠拆析症的 是的 那当然呢 那医生就叫她用肌 是吧 但是她就不想用肌 那结果呢 我呢 就给了她那个木炭的疗剂 是 分量30C 那样 她说呢 她的症状呢 吃了一剂之后呢 她的症状呢 就好多90% 哈哈哈哈 这么高效果 哇 真是一个很奇妙的 一个奇妙的感应 一剂90% 嗯 那她说呢 她呢 跟着呢 跟着呢 跟着三天呢 都很好啊 嗯嗯嗯 就是有持续啦 是啊 就是那一下 她一剂就已经 跟着呢 跟着三天都很好啊 但是 那跟着呢 反弹了 所以正常回转头 嗯嗯 那结果呢 我就用木炭200C 嗯 加强它 即是加强点给她 加强点给她 是的 那跟着呢 那个改善呢 就是很 很轻微的 是是是是 那她问我了 有些什么的建议呢 嗯 有些什么建议呢 那 那跟着呢 我就跟着呢 在我们的货本书里面呢 有一个是临床的字典 第277页 那里呢 就有一连串的 有关成功治疗 睡眠窃息性的疗剂 嗯 那我觉得呢 你应该呢 你应该呢 回到那一页 去 去 温一温那些疗剂 是是是 看哪个疗剂呢 是最适合的 是是是 因为刚才其实她也有提到 这位病人 这位70岁的病人呢 都有夹杂 有其他 那当然她有夹杂了 有她有帕金逊的症状之外呢 其实她也有一些特点啦 她就是又怕烤啊 又常常都热啊 这些这样 那可能都是在 就是那个 书本提供那些的疗剂里面呢 可以让她再更加去 去配合得到 是的 那如果这样听她那个表面的资料呢 那 有一个疗剂呢 是可以考虑的 就是那个 硫黄 哦 硫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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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始终呢 我没有见过那个病人 是是是 我亦都没有机会 看她那个 详细的资料 嗯 那我就这样回答她呢 觉得有时候呢 也不是那么对的 嗯 因为呢 既然她读过我的课程 是 那我只告诉她 那 有其他疗剂呢 一连串的疗剂呢 是 你那里去参考一下 是的 是 那看看找不找到一个呢 可能是更加好的 嗯 没错 没错 那她就说了 其实我 就是我很迷茫的就是说呢 为什么我给她一剂 那个反应这么好 但是三月之后呢 就慢慢地叉 是吧 嗯 反弹 是的 没错反应 就是还原基本步 跟着我再给她的二八师去做呢 其实反应都没有的 就是没有的 就是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帮不了她 那她记得呢 在我的网台呢 可能在那个 这个平衡也会有说的 但是我第六十八集呢 二零一年三月三十六那个呢 都有提这个疗剂的 嗯 但是当时呢 我就只是提了一个疗剂而已 就是同一个疗化呢 这个呢 是一个主要的疗剂 那这个疗剂的名字呢 就叫做Grendalia 是 Grendalia Robusta 就是Rosenwood 大胶草 OK 那我记得呢 我在这个网台呢 就听了呢 这个疗剂呢 是可以帮她的 那她问我 我是不是应该先试这个 这个大胶草 这个疗剂呢 那我说呢 那我就再解释了 其实大胶草呢 就有了那些 睡眠疾悉症的主要的症状的 嗯 那如果你没有找到 其他疗剂那些特异的症状 令你考虑其他疗剂呢 你可以先试一试 这个的大胶草的 嗯 那她说好 多谢你余医生 我试一试这个疗剂 那我就看一下她接着会怎么样 是啊 是啊 那大家都听到这个 这个刘医生的经验 那她是一位西医来的 那一个家庭的家庭的西医来的 那香港行医多几十年了 嗯 她都成 我都成七十岁了 七十几岁了 那才退休回加拿大 那就有机缘呢 那她就有机会上到我的科学 那她就觉得和疗法是很好的 那开始呢 就应用是她自己的家人 那竟然呢 她只是用一个疗剂而已 是啊 对啊 她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那个效果 那个成效真的很好 她用了十 起码她用下去 有十位病人 十几位病人 他们的反应这么正面 这么好 可以改善到 这个真的可以帮助到 在患有这一类病的人 尤其是可能 现在现代人 那个生活压力很大 就是他们有鼻敏感 或者甚至乎 他们有那个 就是鼻息欲增大 而导致这个睡眠窒息 未必可能去到窒息的 而是可能已经是 出现了这个严重症的问题 都有一个的帮助都很好 袁医生 在同类疗法 你刚才也提过 就是有很多种疗剂 可以对于那个 那个睡眠窒息症有帮助 那就是你之前提过 大胶草 那刘医生 也要用这个木炭 这个可以用 那其余还有那些疗剂呢 可不可以 讲一下给我们听 有哪几种 解释一下 那个的情况 好没有 是的 在我们的同类疗法的 资料附下 过去呢 就用到 大概有十几个疗剂 主要的疗剂呢 是这个 所谓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那除了那个 那个 那个 木炭 那刘医生呢 用在十几个 水平窒息症的病人 就是 就是独孤一味 是 已经医了十几个病人 那最后那个呢 他就医不到 那他就问我 那有没有其他疗剂呢 那我听他 你刚才说的呢 我觉得是 我就可以考虑 就是硫黄这种 硫黄呢 肥胖一点 怕热啦 就是 呼气 辛苦 这些 那当然 这个就是硫黄了 还有什么其他疗剂呢 那在我们经验里面呢 有一个疗剂呢 是南美蛇毒 OK 南美蛇毒呢 通常呢 那主要的症状呢 当一个病人呢 一入睡的时候呢 就觉得 呼气 嗯 就是他很明显的 就是他 当他刚刚要入睡的时候呢 就是想他躺下 一睡觉呢 就觉得很呼气 是 那这个的症状呢 当然呢 是跟一些 座面实跡症的人呢 是很相似的 嗯 南美蛇毒呢 有一个症状呢 他们就很怕睡觉 因为他降热呢 他睡觉的时候呢 他就可能会一睡不醒 是 一睡不醒 有这种这样的顾忌 OK 那还有呢 就是 南美蛇毒呢 就 可能因为他情绪激黄啊 或者喝酒太多 南美蛇毒很多 识疑一些呢 是喝酒 喝得很厉害的 嗯 那譬如那个病者 有睡眠疾悉症 亦都是喝酒的人 嗯 那这个就可以考虑的了 嗯 OK 那还有呢 有的时候呢 南美蛇毒呢 有时候呢 有些少少声音呢 就会吓到他窄醒的 或者呢 就很多恶梦 令到他转转反侧的 嗯 有时候呢 就会发梦呢 是发到什么呢 发到很多蛇 嗯 那这个就是南美蛇毒的 那南美蛇毒呢 很多时候呢 是适用些什么呢 是那些人呢 女性呢 是根原期 潮越 是 一躺下呢 那种潮越呢 那种潮越呢 就谷到上身呢 就搞得他透不了气的 是 那这个呢 亦都是南美蛇毒的正认 好了 那还有几个疗势呢 其中一个比较显著的呢 就是叫做铜头蛇 Copperhead snake San Cruz contortrix 那是铜头蛇 那铜头蛇 那铜头蛇的基本的症状呢 他有一些呢 是发梦的 他发梦呢 是很逼真的 很恐怖的 还有有些耳梦 那还有呢 这些梦呢 那些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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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都 都 会抖的 那这个 那这个是一个 其中一个就是 就是铜头蛇的疗势呢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大一点的疗势呢 就是 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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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鸦片呢 通常那些人呢 鸦片人呢 你可以看到呢 那些人呢 是纷纷肉睡 就是温温等等的 那些是呆了的 那还有呢 那鸦片呢 也都是一个 就是平时呢 就是这样 或者呢 就是 睡不着 有少少声音啊 软方有声音呢 都令他睡不着的 那所以 鸦片很特别的 在同学疗法呢 是 要是呢 是用一些 睡得很深入 是 寻不到的 或是 还有一些呢 就相反 就是那个 就是睡不着 因为呢 小声音呢 令他们睡不到 眼光光的那样的 那鸦片呢 也是一个正常呢 就是一睡低呢 就好像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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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的 和那个 大胶素呢 是很相似的 所以呢 在同学疗法里面呢 我也有很多疗剂呢 是可以呢 配合 配合 那个病的症状呢 是可以去应用的 所以其他一些呢 譬如 那个 那个 Laconidum 即是狗奶 一个疗剂 一个呢 就是 譬如 石虫 石虫 Sambulcus 其实呢 总共呢 大概都有成 有成 二 六 十 有十四个主要疗剂 嗯 有十四个主要疗剂 可以呢 是可以呢 可以呢 是可以呢 是医那个睡眠实际症的 哇 那么经厉个学生 劉医生 他在加拿大那裡 他一个 真是 但原来在同类疗剂可以处理,配合到疗剂之后 希望刘医生再给予更多资料 或者成功了十多位病人的不同程度康复 如果可以再给予更多资料 因为患有这个病的人一个天大的喜讯 一个救星 为什么刘医生有这么大机会可以治疗病 老人院里面很多少年材色症 都是比较肥胖的人,年龄大的人 尤其是外国人的身形各样东西 都比较容易患上这个疾病 或者他们的饮食习惯方面 都可能会导致这件事 是的,所以大家听到 一位是我们以前的学生 他本身有个西医 他用同类疗法的效果是这么显著的 如果大家觉得有这种问题 不想继续带着这样的呼吸器来睡觉 不妨试试用有二百多十年历史的同类疗法 是的,其实同类疗法真的可以出现了很多奇迹性的效果 当然一定是要有很深入那个 好像袁医生 已经差不多超过三十年的临床经验 在那个断症,在各方面 更加可以容易帮助到病患者 去脱离这个健康 我们整个节目都是希望 大家可以享受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 对不对? 好,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袁医生今天跟我们分享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电话 与袁医生会诊 电话是2577-3798 而在外外的听众 可以透过Skype 与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 csand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好,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